接下来为您播出天网 祖孙二人突然失踪 戴口罩的女人究竟是谁 探头如天眼 谎言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左躲右藏 躲不过天地良心 前赌后劫 逃不出灰灰法法 愚昧害人害己 罪恶不可饶恕 戴口罩的女人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14年8月8日早晨 宁静的农家小院迎来了一个神秘的女子 简单的交谈之后 女主人曾奶奶 把一个十分宝贵的包裹 递给神秘女子 一前一后走出小院 离开村子以前 神秘女子做了一件 与炎热的夏天很不吻合的事情 她竟然戴上了口罩 然后坐上曾奶奶的电动车 悄悄地离开村庄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个简单的场景 竟然引出了一起 惊动公安部的特大案件 第二天上午 曾奶奶的儿子和女儿 来到兰山刑侦大队报案 说他们的母亲昨天不见了 与她一起失踪的 还有他们全家的一个心肝宝贝 曾奶奶递给神秘女子的包裹里 就是她的孙女 正在哺乳期的孙女儿 有自己的亲奶奶照看和保护 能到哪里去 因为我妈 她精神什么都很正常 平时带孩子出去逛一圈 白天的时候 一直到那天下午我都没担心 我就以为她是出去玩了 那天早晨 儿子和儿媳出门上班的时候 曾奶奶还在给孙女儿出奶粉 几个小时后 儿子就发现家里没人了 起初没大回事 又过了几个小时 仍然没见曾奶奶回来 到晚上那么晚了还没回来 到十点钟都还没回来 确实有点担心了 毕竟还带一个 我小侄女才刚八个月嘛 女婴的失踪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拐卖儿童 或者偷窃婴儿的案件 可是多晚没跟着 女婴怎么会被打个案 而根据家属提供的情况 也不像是有偷窃婴儿的行为 有孩子的衣服 还有这个 喂孩子的这个奶瓶 都不见了 我家的电瓶车也没有了 包括电瓶车的充电器都没有了 就是说应该那时候 就是说应该就是 我妈认识 然后让别人叫出去 一起出去的 民警马上调取了村子内外的探头视频 村中的探头数量有限 只有村口的一个探头 远远地排到一辆电动车进行 可是图像太模糊 连曾奶奶的子女也很难辨认 侦察员还对他们的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 进行了全面了解 试图找到一些与事件有关系的因素 并大胆地判断事件的性质 侦察员通过多种调查手段 没发现那几天有溺亡事件 也没发生祖孙俩受伤的交通事故 联想到曾奶奶的家人报案时的表情 觉得与正常的人口失踪案有些不一样 就是去报案的时候 老太太的家人 从她的这个语言 表情 以及这个肢体动作 感觉到他们不是太比较着急 也没有这个比较坏的那个预感 各种可能性都被排除掉了 又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线索 侦察员禁不住产生了一些怀疑 这个地方农村 还有种传统观念 就是家里生了一个女孩的时候 还想再要一个男孩 他有可能不和家里人交流 自己带孩子出去 让家里人以为孩子失踪了 然后再生于一个男孩 这种可能性究竟是否存在呢 不等侦察员进行调查和论证 曾奶奶家人的行为提供了明确的答案 像学人启示 网络 还有朋友亲戚 这块我们都造了 报纸电视这块我们也都都该做的都做了 反正就是一直没有什么限度 如果他们是因为想再生一个男孩的 然后自导自演了 老太太自导自演了 这么一出戏的话 这种可能也是不大 曾奶奶家人的这些行为 打消了人们对他们的猜疑 家人和民警都盼望着曾奶奶突然出现在家里 可是几天过去了 奇迹没有出现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一个强保重的婴儿 吃奶的问题怎么解决 尿布怎么洗 他们究竟在哪里呢 探头视频透出信息 戴口罩的女人原来是她 一片新宅机引起怀疑 山土和院墙不会撒谎 戴口罩的女人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曾奶奶和小芬月尔失踪的消息 慢慢传开 村里人都感到极大的震惊 四五天过去了 没有祖孙俩的任何消息 家人都快急疯了 民警一次次到村里调查走访 村里的气氛极度紧张 每个村民都感到压抵 第五天的时候 一个村民提供了情况 引起了民警的重视 听他们 托里的有一个军民说过 说在上午的时候碰着这个老太太 骑电动车带着一个妇女 从这个她突然离东西土路上 同西往东走 这个女子是谁呢 村民不认识 只说好像她戴了个口罩 由于电动车在街上一闪而过 对衣着相貌之类的都没看清楚 根据村民的描述 那辆电动车一定会从村口经过 村口的那个探头 应该能拍到电动车经过的画面 这个人应该和老太太应该是认识 不认识的话 这个不会这么顺利的 提电动车带着这个人出腿 南山行政大队 刚刚重建了一个视频侦察实验室 正在引进视频的识变和鉴定技术 通过反复的观察 鉴定和时间上的推算 侦察员渐渐的辨析出一些特征 侦察员又把曾奶奶的家人 召来观看视频 提醒他们曾奶奶的特征进行对应 并重点辨认后座上的那个人 看看是否见过 电动车很像我们家的 然后那个你看骑车的身价 那姿势很像我们家 家人只能对电动车和骑车人 做一个大概的判断 可是对后座上的那个人 却无论如何也看不清楚 要想确认需要更多的视频支持 侦察员已经从临仪城区的各个部位 调去了数百小时的视频 夜以继日的辨认 同时侦察员又在询问曾奶奶的家人 曾奶奶都有哪些熟人和朋友 平时都有谁跟她来往过 谁有可能把她带走 家人说曾奶奶的朋友不多 可是他们无意中提到的政母 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这个政母对这个事情表现出来的 很关心 多次这个这个 到这个老太太家人 给他向他这个老太太家人询问 询问老太太的下落 这个表现出很积极的样子 也帮助这个他家人 一起寻找这个老太太家人 经过民警了解 得知 郑某原来与曾奶奶住邻村 50岁左右 一起干农活时认识 交往十多年 与曾奶奶的家人也非常熟悉 而且还是曾奶奶的儿子和儿媳的介绍人 这样亲密的关系 按说不应该引起什么怀疑 可是他的表现 在民警看来有些反常 他就不是单纯的 就是要是提供向导 怎么去寻找了 而是反复的他就试探 探听这个公安机关调查的情况 有没有找到监控了 有没有这个看到是什么人了 郑某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本人与这件事有什么联系吗 他会不会就是那个戴口罩的女人 民警反复询问曾奶奶的家人 郑某跟曾奶奶有哪些方便的交往 相互之间有没有借过钱 借过 他像就是在我妈没七月份 七月份然后向我家借了五万 还有原来借了两万 这些债务跟曾奶奶的失踪有关系吗 侦察员开始围绕郑某展开侦察和调查 发现他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 发现这个郑某已经离十来年了 十几年了 平时没有这个固定的工作 也没有固定的住所 都是在外面图房的住 交往的交往的人员 就是也是比较复杂 他同学的说不好听了挺多 光我知道就好几个 侦察员发现 郑某有一个经常交往的男朋友 王某 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已经到来谈婚论嫁的程度 王某是我们这个南宁县 矿坑镇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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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 这个王某呢 平时也是没有这个固定的工作 四十多岁了 没有老婆 侦察员进行外围调查的时候 视频实验室里的民警 已经连续工作了八十多个小时 终于发现了一条十分清晰的视频 给案件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线索 让郑某完全浮出水面 看一下腿电动车这个 你看啊 都看一下这个实际上是郑某还是郑某 这个应该度过 你应该是比较年轻 比较年轻是吧 就是应该不是那个郑某 那有机会可能就是郑某 你看啊 这老台可能把孩子从这个 太阳底下又走到这个树影下了 应该不打是吧 带口罩了 经过曾奶奶家人的确认 抱孩子的老太太正是曾奶奶 跟她一起的就是郑某 郑某要把曾奶奶带到哪里去 是个能看清 查看我都看一下 看不清是吧 但是是个扑塔 要看不清是哪公司的 他们坐出租车去了哪里 侦察员没有贸然进入郑某 而是调查了林一市数千辆出租车 幸运地找到了曾奶奶常坐的那人车的司机 出租车司机 他自己回忆啊 有一个抱着孩子的老太太 还有一个戴口罩的一个女的 出租车司机说 他把曾奶奶和那个戴口罩的女人送到公共汽车站 他们好像说是要去坐汽车 下车以后去了哪里 从哪个方向走了 他不知道 侦察员又查看了多处探讨视频 奇怪的是 曾奶奶和郑某再没有出现过 他们的踪迹此后就消失了 又经过艰难的调查 侦察员发现 郑某在几个小时后 出现在了兰宁县归城村附近 而这里正是他的男朋友王某的家 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 有没有见面 为什么要联系 联系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有没有见面 这个我们不讲我们 带着这些疑问 侦察员来到王某所在的村子 对王某的情况进行了摸底 得知王某常年在外打工 近一两年经常回来 她是弟兄三个 另外还有几个姐姐 但是她是弟兄三个 都未婚 都是光某 王某村里的很多邻居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王某和郑某之间 有这么一层关系 也没见过这个郑某这个人 只是听说 就人家听说 可能是在外面找了一个一个女的 村民还反映 王某最近盖了新房子 好像手头并不宽裕 还借了亲戚朋友的钱 一度对村里的人说要结婚 可是最近又不提了 侦察员查看了王某的房子 意外地发现在他家的旁边 又有一处新建的院子 院里面的宅机上面 有一层厚厚的土盖住了宅机 院墙好像也是新建的 侦察员都是本地人 对本地建造房屋的事情 有一些了解 他们认出 这些土是从外面拉来的山土 与宅机明显不协调 整个院子都是新鲜的土 钢店的 包括它这个院墙里的 看上去都比较倉促 不是正常农村盖房子 这个店院子 或者是拉这个周围的院墙 这些发现 让侦察员觉得王某存在某种嫌疑 可是一时又拿不出直接的证据 怎么办呢 这事已经是九月初 离案发二十多天了 时间不等人 他们决定向大队长和分局领导汇报 申请传唤王某和郑某 犯罪嫌疑人先后落网 预审却遭遇困难 抵赖和逃避 沉默和谎言 都无法阻挡民警还原真相 戴口罩的女人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在灵异市区发现的视频 明确地显示 曾奶奶祖孙俩失踪的那天 是与郑某在一起的 郑某极有可能就是 到过曾奶奶家的那个神秘女人 可是此后 曾奶奶去了哪里 郑某为什么要跟她的男朋友 王某通电话 王某跟这个案件是否有关呢 民警兵分两路 对郑某和王某分别采取行动 可是就在这时 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我们在准备要接触郑某的时候 就发现找不到郑某了 他连续通讯方式也更换了很多次 他的住所也更换了好几次 郑某的失踪 虽然给侦察员增加了困难 但也表明他的嫌疑更大 经过几天的寻找 9月4日中午 郑某再次进入了侦察员的世界 他的行动明显有些异常 充满警惕 发现他在我们这个市区 西特比较偏僻的一个 一个废旧工厂的这个延接房里面 租了房子 当天我们就组织人 就是赶到他这个地方 侦察员从几个方向包抄 突然出现在郑某的面前 他猝不及防 却有一个十分异常的表现 他特别说出来 说我叫王什么什么 说了一个假名 没有说他自己名 这样恰恰证明了他 在这里面的疑点又不断上升 也更增加了我们侦察员的信息 侦察员马上把郑某 带到刑侦大队进行询问 可没想到的是 郑某不仅对曾奶奶的事件 矢口否认 还向侦察员提出了抗议和威胁 这个郑某就表现得很不冷静 说话就是语气很冲 冲着我们 大声骂脏话 大声咋问我们为什么要抓他 说你们找我 把我找了 我还不懂啊 我就在你们行刑大队了 由于婴儿还没有下国 为了摸清郑某的底细 侦察员没有向郑某摊牌 而是问他 8月8日那一天他都干了什么 郑某毫不犹豫地说 他在一家废品收购站挡工 侦察员立刻赶往此地 找到了工作人员 发现郑某那天的确来过这里 但不是打工 他就让我说那个 上官司来做 他就说要给人家塞带的了 就说给你干活了 给我干活了 干了好多了 他就说我怎么说的 那为什么都没说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 通过这一点 我们就能确立了 在案发时间段 这个郑某 说的是奸话 他并不在 朱普尔的地方去打工 郑某再次撒了谎 而且种种迹象表明 郑某是有充分准备的 他已经估计到 民警可能会来调查 提前做了安排 要掩盖真相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真相又是什么呢 侦察员在抓捕郑某的同时 也对王某采取了行动 王某似乎觉察到了危险 在几个地方 来回游走不定 侦察员跟踪了很久 终于锁定目标 王某的表现 和郑某 就是天上之变 这个王某表现得很精进 反复给我们抢了 我什么事情也没有 我也不知道你们 为什么要找我 初期的审讯非常不顺利 这给民警们提了个醒 对手是经过认真准备的 甚至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 要想攻克他们 需要运用智慧 利用良人作难 相互之间财疑的这种行政特点 进行了分化化解 针对郑某耍赖 撒泼 和给予离开行政大队的特点 民警决定 对他进行冷处理 先不省 让他自己反省 而对于王某 则采取耐心的劝导 和攻险政策 王某表现的就是 对于他和郑某之间的关系 表现的很敏感 就是我们在询问 他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刻意回避 面对侦察员 耐心的劝说 王某的对策 就是两个字 沉默 从下午沉默到傍晚 从傍晚沉默到深夜 一句话也不说 民警有丰富的审讯经验 越沉默 越说明他是知情的 甚至是有罪意的 于是采取了一个 突然袭击法 张大军 突然从外边 推没进来 直接抛出一个问题 直接质问王某 问你们这个事情 当时是得定的 面对突然的发问 王某的心里再也支撑不住了 瞬间发生了变化 招供 他动了一口气 然后说 这个老太太 就是他杀的 他把老太太骗出来的时候 说这个老太太孙女 还在家里睡觉 王某又自称 把这个被害人 骗到了 一河边上 杀死了 并抛尸一河当中 由于民警 已经掌握了案件的某些事实 明知王某的口供有诈 婴儿被同时抱走了 没有留在家里 可是仍希望王某 交代了部分真实的情况 为了能够尽快确定 曾奶奶祖孙俩的下落 一方面继续审讯 一方面派人 连一感到王某交代的 所谓抛尸弟弟 现场的情况 反馈到新增大队 验证了侦察员判官 为了稳住王某的情绪 他们没有马上 突破他的谎言 而是决定 采取换兵之计 先让他休息 调整一下心态 第二天再生 第二天 王某又交代说 曾奶奶的确被他杀害了 但尸体没有人到疑合他 而是埋在了另一个地方 最后说 我把老太太给累死了 然后把尸体埋在了 我家 西边在院 这次王某是否说了实话呢 如果是 那么曾奶奶的小孙女 又在哪里 谜底被揭穿了 再深的头 也藏不住愚昧和罪悟 婴儿终获救 警察的胸怀温暖又安全 戴口罩的女人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民警经过艰苦的侦查 锁定了三队嫌疑人 郑某和王某 相继把他们传唤到林仪行政大队 可是狡猾的郑某拒不交代 王某撒了一个谎 以为能蒙混过关 却被民警轻松识破 王某自知 罪恶无法抵赖 第二天又说出了 另一个抛尸地点 并且供出 婴儿已经在当天上午 被郑某卖掉了 价钱是早就谈好的 为了弄清婴儿的去向 民警马上提审郑某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朗处理 郑某老实了许多 再加上 民警已经掌握了 案件的大部分事实 郑某只好交代了 事情的全部经过 他承认 婴儿的确让他卖 卖给了一个叫郭某的人 郭某曾经跟郑某和王某 一起打工 郭某就是有意无意地 给他谈起来的时候 就说自己有两个孩子 都是男孩 想买一个女孩 买一个婚女养着 说着无心 听者有意 郑某和王某 马上想到了曾奶奶的孙女 郑某还借了 这个曾母五万块钱没还 王某自己在家里 盖了房子 还是花光自己的积蓄 还借了亲朋好友 一部分钱 所以在郭某提出 这个想法的时候 他和郑某就是说 一排即合 为了让郭某满意 郑某和王某 开始悄悄地运作这件事 特意设了个局 让郭某提前看见了曾奶奶的孙女 在老太太师同之前 大约在十天左右上吧 曾经带着这个郭某 上这个曾老太太家里 去偷偷地去看过这个孩子 郭某看过婴儿之后 表示满意 双方谈好价钱 他就催着郑某办这件事 在利益的驱动下 郑某和王某经过周密的部署 开始和某做起这件 丧尽天良的勾当 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系列 反侦查手段 郑某去接曾奶奶的那天 提前准备了口罩 因为一个口罩 就可以遮挡住人们的视线 郑某一接曾奶奶祖孙 出去玩为借口 把他们骗上电动车 同时就给王某打了电话 听起来是通知王某接待客人 其实是告诉王某准备下手 郑某一出村庄 就接管了曾奶奶的手机 为了阻止曾奶奶的家人找到她 当时就关机了 然后带着曾奶奶祖孙二人 进了林仪城 把电动车存好 换了出租车 来到林仪长途汽车站 倒了两三次车 离开明仪市区 进入兰陵县境内 来到王某的家挥泉村 沿途多数是农村道路 探图很少 所以侦察员在视频中寻找她 如大海捞针一样 郑某以为她的这些行为 骗过了林警 所以她刚被抓获时 有恃无恐地向林警叫板 郑某把曾奶奶祖孙俩带到王某家之后 王某用皮箱准备好的饮料招待他们 饮料中已经放入了大量的安妙药 然后又偏曾某喝下了饮料 曾某喝下饮料之后就睡着了 趁曾某睡着的时候 曾某就抱起曾某的孙女 坐上王某的电动车去找郭某 王某回到家中 曾某还在酣睡 他担心曾某醒来后 事情会不可收拾 按照事前的准备 就对曾某下毒手 王某就在说 在当天晚上 把尸体埋在了隔壁的新宅机里 那是他二哥家的 当时刚铺完宅机 还没有怨墙 为了掩人耳目 事后王某从周围的山上 拉了几车土盖在上面 当时租用的是一种特殊车辆 工程车就是 人家转了给电动地址 工程车 花了多少钱 花了一千多 把那个地址埋上之后 又干了什么 把远向一拉 王某和郑某的供述 是否属实呢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营救被拐卖的婴儿 是第一位的 民警迅速行动 并分量一路就是 这个就 寻找这个尸铁 断脑台尸铁 怎么走 带着我们过去 试一下南院的 走走走 你在下面走 小康 正好拿回去吧 哪里有多少钱 有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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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组民警 已经按照郑某交代的线索 开始寻找被拐卖的婴儿 据郑某交代 婴儿被他卖给了邻村的郭某 可是当林警赶到郭某的家中时 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说 他这个英文 买了这个孩子回家 他丈夫不同意 他就 又转卖给了 另外一个村庄的一个债木 我们选次又赶到债木的住处 对债木进行了控制 当时这个被拐卖的 就应该正在家中苦恼 婴儿获救了 拉卷现场也有了结果 曾奶奶的尸体被找到了 由于婴儿还处在哺乳期 民警立刻通知加速 起来认识 说来也怪 八个月大的婴儿 谁抱着他都大哭不止 可是南山分区的 王行轩局长 抱在怀里时 婴儿就不哭了 当我们一名警察 把他抱过来之后 他可能也是有一种安全感 所以当时这种情况 我现在上的很多同志 也非常受感动 因为说我也是常一日累睡 把这孩子还在他父母的怀抱 从案发到破获 历史二十八天 邂逅近百名民警参与侦查 像这样 由拐卖儿童引发的命案 在全国尚不多见 公安部对该案的破获 非常重视 专门发来贺别 愚昧和罪恶 往往连在一起 企图用一只口罩 来遮掩罪证 无异于掩耳盗铃 而把家宅变成犯罪现场 更是愚蠢至极 文明 只有文明 才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提高一个民族的根本素质 光天化日下 花季女孩突然失踪 是遭遇不蹭 还是一场敏而不宣的远行 什么样的许诺 能够让幼小的弟弟耐心守候 什么样的顾虑 能够让唯一的知情者 三肩起口 姐姐劝你了 听网栏目 近期播出